13号 国民党2020参选人韩国瑜阵营首度针对两岸政策正式向蔡英文下战帖 称韩国瑜已准备好与蔡英文进行一场两岸政策大辩论 时间越快越好 面对已经有着自己一套两岸政策的蔡英文 韩国瑜在两岸政策论述上的准备是否足够 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汇林带来全面解析 台湾2020选举进入倒计时 面对蓝绿两党异常激烈的卡位战 柯文哲所带领的台湾民众党如何代表所谓白色力量突出重围备受关注 近日柯文哲开启打绿模式 已有机会就猛攻民进党和蔡英文当局火力全开 本周台湾大话王带您了解 土耳其针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的军事行动进入第五天 续北部重回动荡 约十万人流离失所 法德等国相继宣布将暂停或限制对土耳其出售军事物资 这些制裁或禁令能否阻挡土耳其军事行动的脚步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包括俄罗斯在内所有外国军队都应撤出叙利亚 又该作何解读 时事评论员苏小辉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开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向各位问好 选好钻六贵斧 全国连锁新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斧主堡居民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台湾联合报13号报道称 今天国民党2020参选人韩国瑜阵营 首度针对两岸政策正式向蔡英文下战书 韩国瑜政策顾问团表示 两岸政策是台湾生死存亡的关键 且攸关经济发展 韩国瑜已经准备好与蔡英文进行一场 两岸政策大辩论 时间地点都由民进党选越快越好 韩国瑜政策顾问团发言人黄曼欣表示 韩国瑜已经公布了两岸政策报告 对蔡英文处理两岸问题的方向与能力提出质疑 更对两岸关系的现状忧心忡忡 他说两岸政策是台湾生死存亡的关键 经济发展的大事 台湾民众已经厌恶了口水战 需要的是真刀实枪的政策大辩论 黄曼欣喊话称 蔡英文和民进党不要再隔空喷口水了 这不是台湾民众想要的 韩国瑜真心希望能和蔡英文进行一场 两岸政策大辩论 时间地点都由民进党选 希望越快越好 因为民众没有时间再等了 针对韩国瑜阵营的提议 蔡英文办公室13号回应表示 选举本就有法定的证件发表 届时不止两岸政策 所有该讨论的议题都会清楚检验 绝对变得到 大家就按时辰来 除了向对手蔡英文下辩论站帖 此前有台媒报道称 韩国瑜10月15号结束市政会议后 16号将正式请假 投入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竞选活动 首播公式目标是先瞄准19县市 准备以全台环岛走一遍的方式 在一个月时间内完成在各县市的 倾听学习之旅 而大型选举造势活动 目前预定在每个周末举行 对此 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发言人 何庭欢13号回应表示 韩国瑜请假的确切时间 目前都还没定 但未来的竞选行程 韩国瑜确实会到全台进行产业学习 与倾听土地之旅 对于韩国瑜即将展开的倾听学习之旅 过去曾以Long Stay行驶下乡的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表示 他已经给过建议了 台市长他开始要跟你一样 现在的行程 对 你要不要给他一些建议 这个我给 建议我其实都给过了 你给过那他好听吗 你看他以后的行为就知道 另外 未配合韩国瑜全力拼选战计划 国民党上下也都动员起来 国民党中央目前已拍板 将以无能傲慢烂权仇庸八字标签蔡当局 印制了40万份蔡当局施政三年十大恶政文宣 并准备发行8万份仇庸扑克牌 力拼明年选举下架蔡当局 身兼韩国瑜竞选总干事的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泉解释 去年钢化扑克牌造成轰动并成为受欢迎的募款小物 今年将推出所谓地表最强仇庸王 包括台湾地区前领党人陈水扁 民进党籍民代陈明文当鬼牌 另有苏贞昌等败选者联盟 陈局人马的局权升天 东厂连线等54张牌 首批预计推出1万盒 第二波再推7万盒 另据报道 为了提升年轻族群的支持度 国民党与韩国瑜竞选总部 预计11月中旬成立韩国瑜青年后援会 招收20岁至40岁的年轻人 让想帮助韩国瑜的青年 都能充分参与这场选战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影博士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主持人 我们首先感谢月华不朽钢队 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秀用月华 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我们首先要和赖月谦赖教授 一起来探讨 其实我们知道在每一次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当中的话 蓝绿两党的候选人 他最核心的就是针对于两岸政策之间 进行这种攻防 那么其中更为关键的就是 面对面的这种辩论 辩论和探讨 现在这个辩论当然不会简单的说 因为说韩国瑜方面提出来 就很快地来进行 但是我们现在问题就是在于说 对上现在已经有了自己一整套较为系统的两岸政策的 现任的蔡英文来说的话 韩国瑜在两岸政策的论述上面是否已经准备充分了呢 是不是已经准备充分 我不能够代表韩国瑜来跟观众朋友们来说 但是如果以韩国瑜的团队来说 有两岸事务论述理论建构者 以及实务操作者的经验 这个团队来说它是充沛的 例如说我们很明显有看到像苏启 苏启是从李登辉时就已经开始参与 两岸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最后的时候的九二共识这个词 也是从苏启里面所发展起来的 例如说像他的另外一个两岸政策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老师就是赵建民 他本身也担任过陆委会的副主委 所以他本身在两岸政策的实际的操作 这个部分里面是有经验的 所以他的幕僚群来讲 应该是属于阵容是非常的强大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忧虑 我有什么样的忧虑呢 这个忧虑就是来自于就是说 现在的局势的变化跟以前不太一样 所以不能够用马英九时期的两岸政策的思维 因为现在的中国大陆不是五年前 不是十年前 更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大陆 现在的中国大陆在全世界来讲 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这么一个强大的一个中国大陆 那他本身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 他的视野视觉跟他的一个整个大战略 是已经不是十年前 二十年前面对两岸之间的问题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 大陆的决策空间是越来越大的 台湾能够有的决策空间是越来越小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要进行两岸论述的时候 如果因为现在韩国瑜用的都是马英九的团队 马英九的这些团队如果还是用旧的思维 来处理已经变化的两岸关系 这个仗要怎么打 所以我是有隐忧 我并没有完全的乐观 好 谢谢教授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刚刚提到韩国瑜方面的话是正式的来下暂贴 也要和蔡英文就两岸政策来进行辩论 那么同时的话蔡英文方面 蔡英文竞选连任办公室 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 那么其实外界已经预料到了 就是认为说其实关于2020的这种 已经正式计定的证件发表会的话 之后也会办 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 相关议题都会进行看讨 接下来我们要和唐惠玲 唐议员 一起来讨论的问题就是说 蔡英文方面的这种回应 究竟是可以简单的去理解成为说 有一些避战的情绪呢 还是说对于蔡英文来说的话 是希望用这种方式继续把现在整个选举的主轴 还有整个选举的节奏 都掌握在现在支持度较高的自己的手上 当然是这样子 历来所有的这个候选人 只要是领先的一方 他都不喜欢跟你拿辩论 因为我就是要保持现状 我就是要保持跟你之间的差距 我不要提供给一个落后者 跟我这个胜选 就是说本来领先的人的一个同框的机会 那么同框的时候就可以在某些议题上 不管是党内的初选也好 或者是未来的这个最后的大选也好 他们只要一辩论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各个议题上的一些差异程度 那么再加上呢 蔡英文大家也知道 她在我们台湾普遍的被称为空心菜 那么在她上台以后呢 又有一个新的称号叫做读稿机 换句话说 她是一个没有这个稿子给她念 她就很多的回答的方面 她会不断地出现口误的 比如说她最近就忽然讲说 她这个硕士班的指导老师已经往生了 那事实上人家明明就还活得好好的 或者是最近台湾发生这个断桥事件的时候 她第一时间没有经过查证 她就说是因为油罐车经过爆炸 然后造成了断桥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不知道 有人已经把当天的这个画面 已经完整地拍下来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 她还有一个阴影 是什么阴影呢 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 她曾经主动 因为她那时候就要挑战马英九 所以她就要提ECFA的辩论 可是在ECFA那场辩论里面 她是大败特败 她在那场辩论里面表现得非常的糟糕 她大概原本对马英九 有一种轻敌的幻想 以至于按照民进党的讲法 就是说很多的幕僚群在那场辩论里面 要提供给她意见 她说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那所以她在轻敌的情况下 在ECFA惨败以后 我认为在蔡英文的心里面 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这也是她现在到目前为止 她绝对不会喜欢 跟伶牙历史的韩国瑜来辩论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015年的时候 国民党方面 一样是对她提出了辩论的要求 她也一样说 反正最后都是会辩论的 不需要提早辩论 我认为在蔡英文最近一连串的口误 跟她在这个ECFA种下的一个 辩论阐输的一个阴影之下 她当然是要留待 反正我领先十几个百分点 我何必提早创造舞台 给落后的韩国瑜 好 我们谢谢唐议员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我们要和赖教授 继续回到韩国瑜本身的层面来看 其实我们在今天的时候突然之间 其实在上周的话陆续有一些猜测 但是在今天的时候 有好几家的媒体都共同的来爆料 认为说韩国瑜可能会在下周二的时候 正式的来向高雄市进行请假 然后从下周三也就是16号的时候 投身到整个选举之中 并且我们会看到甚至有一些媒体 就直接断言说从下周开始 会出现一个韩国瑜和蔡英文 全面正式交战的情况 我们想请教您 就是从您的判断来看 正式请假以后 全力投入到选举之中的韩国瑜 能不能一改现在在支持度上的颓势 一举翻转 这样努力 但是我们基本上相信一个好战士 是不选择战场的 任何战场他都能够打好一个战役 今天如果留在高雄拼市政 同时也在拼选举 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这个台湾的媒体 只要有韩国瑜的地方 那就是所有的媒体都会出动 所以他可以把高雄的市议会 当成是一个主战场 在这个主战场中 我可以透过咨询的时候 讲到地方建设 讲到那个例如说天坑的问题 但是我把它扩大成为 对台湾的所有的公共基础建设的 一个构想跟波化 我也可以透过说对于这个 高雄的农业的发展或是工业的发展 我把它拨化成为全台湾的工业发展 所以我也可以把高雄的市议会 变成一个在台湾的舞台 政治的最大的舞台 因为所有的媒体到哪里 媒体到哪里 哪里就是舞台 好现在不讲了 也就是说已经过去了 他现在要离开高雄 要到各22个县市去走 我也赞成 但是重点在于 如果你只是去走的时候 还是走传统的方法 群众的运动群众的忌讳 这是韩国瑜的优势 对 这也会凸显蔡英文的短板 继续走 但重点在于你到了每一个县市 你去走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提出你的主张 而且你要跟马英九的做法 是完全相反 马英九是金汤匙 他一定要去接近最底层的人 韩国瑜你是最底层的人 你现在要告诉知识栏 精英栏 经济栏 说我是一个有能耐 来治理台湾的 所以这个时候 韩国瑜每个地方也要走 但是要相反 反其道而行 例如说到大都会区 就跟大都会区的 这些企业界的精英 知识界的精英有对谈 使这些企业界的精英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的经营的困难在哪里 韩国瑜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 使知识界的精英说 我们现在在文化教育发展 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韩国瑜说我可以帮你解决什么什么什么 你应该要诉求的就是 我都跟知识分子 跟中小企业 跟广大的这些农民 农民他是要生产果子要卖出去的 我跟你对话 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 你一方面有你基层的人支持 二方面你已经开始一直在传达 这些高阶的知识分子 经济界的精英 还有就是社会界的精英 很想给你把他的困难告诉你 然后你提出你的见解说我可以帮你解决什么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度才会转变 换言之也就是说 韩国瑜到22个县市我赞成 但是不能够再去拥抱很草根性的 草根性的你继续要走 但是你在画面中凸显出来的 要改变一些方式 好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许点评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还给福州演博士 主持人 好的 谢谢贺南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主 台湾2020选举进入倒数计时 岛内各政党已经开始布局明代选举 蓝绿两党卡位战异常激烈 而柯文哲所带领的台湾民政党 如何代表所谓白色力量突出重围 备受关注 近日柯文哲开启打绿模式 一有机会就猛攻民进党和蔡党局 获利全开 我们一起来进入本周的台湾大话王 身兼市长跟党主席身份 柯文哲既要跑党务行程 又要兼顾市政工作 身份不停切换 又要密集受访 帮参选人抢曝光 柯文哲不计形象 而柯粉俱乐部的新装亮相 正式宣告柯文哲的普选列车启动 10号下午 柯文哲在台北文山万华两区跑透透 11号上午又马不停蹄赶往新北市板桥区 陪明代参选人吴达伟在市场败跳 午餐时间 柯文哲吃便当的同时不忘数落民进党 针对近日民进党要他谈所谓统独立场 柯文哲称就是不进敌方预设的战场 还拿民进党所谓前瞻计划执行率和撕烟案开窍 12号柯文哲来到宜兰府选 帮宜兰县议员黄定和重选情 更是把炮火对准陈局 批其高雄市长任内施政负债太高 财政纪律很烂的负债文化 从高雄蔓延到全台文去 这个我非常有意见 林卓水说你这位新年有意证后 林卓水新途中学来是我学长 学长辛苦了 这就是党同花育 另外对于近来提名自家人拼明代选举 遭民进党主席卓榮泰酸 是报复性提名 柯文哲似乎嫌批民进党还不够过瘾 直呛卓榮泰是被害妄想症 如果是抱着一种报复性的心情 去提特定的人在特定的选区 我认为选民不会因此 而增加对他们的支持度 虽然我是外科 不好意思给他那种精神科的诊断 被害妄想 众所周知 柯文哲成立台湾民众党后的一大目标 就是争取提名明代闯关 在台立法机构成为关键小党 面临民众党瓜分选票 导致选情诡谀多变 民进党的选战策略也逐渐呈现 七分打韩三分打科局面 不过柯文哲受访时 似乎不这么认为 还承自己的感受是相反的 如果他觉得大选稳赢了 他就会倒过来了 所以你现在有感觉到 民众党他们加强的攻势吗 我说打那个很无聊 他打我那个什么学校 那个自动贩卖机 这不是赖清德的政策吗 我觉得我许多在纳闷都奇怪 赖清德才刚下台 他讲的那些政策 你们都开始翻脸不认账 很奇怪 表面上看是要替赖清德抱不平 实质则猛批民进党 为了选举可以着势金飞不择手段 柯文哲越骂越起劲 锁定目标狂轰苏贞昌 排版取消印花税 纯属政策买票 为了选举大洒钞票 却不负责 苏贞昌要取消印花税 OK 我也老讲 你要取消印花税 我也没有意见 可是你要跟我讲那个 还以为是少掉49亿要怎么处理 那你为什么不能每天大洒 选举到的大洒币政策 他人都也不负责任 你请给我付钱 哪有那一回事 打率不嘴软 还和民进党高层捉对厮杀 柯文哲称得上 为征曝光一刻不得闲 面对镜头 动不动就猛戳绿营痛点 一口气说个痛快 请问你们那个施烟案 现在搬到哪里了 请问那个前瞻计划 执行率这么低 你有什么看法 请问以后就这样子 你要这样讲 那里面嘴巴保台 都不做事 市长有一些发言比较激烈 那我们选择不回应 或者是不骂回去 不是我们软弱 而是我们选择对土地 对人民的温柔 我主要的对手 还是国民党的阵营 那台湾民众党 我们如果有可能 当然还是要能够展现 执政党的一个气度跟高度 选战大敌当前 曾经饱受失言风波之苦的柯文哲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政治素人 借着猛攻绿营 试图让台湾民众党声势上涨 这一波操作 势必将成为民进党选战之路的烫手山域 在下一节演讲会看到 土耳其针对叙利亚北部 库尔德武装的军事行动 进入到第五天 续北部重回动荡 约十万人流离失所 法国 德国等国相继宣布 将暂停或限制 对土耳其出售军事物资 那么这些制裁或者是禁令 能否阻挡住土耳其军事行动的脚步呢 另外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包括俄罗斯在内 所有的外国军队都应该撤出叙利亚 这又该作何解读 时事评论员苏小辉有独家观察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选好作案六桂府 全国连锁新人之选 本栏目由六桂府主宝居民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土耳其针对叙利亚北部 库尔德武装的军事行动 进入到了第五天 叙利亚北部重回动荡 约有十万人流离失所 法国和德国12号分别宣布 鉴于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 东北部地区的军事行动 将暂停或限制对土耳其 出售军事物资 此前芬兰 挪威 荷兰 已经做出相似表态 德国图片报网站12号报道 德国外长马斯日前在接受 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 鉴于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北部 德国将不再批准 向土耳其出口 所有可能被用于叙利亚的军品 他说 德国自2016年以来 在对土耳其军售问题上 一直采取极为严格的方针 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 12号在巴黎发表联合声明说 在土耳其停止进攻前 法国决定暂停向土出口 所有可能用于进攻叙利亚的军事物资 该决定立即生效 声明说 法国强烈谴责 土耳其在续东北部地区的单方面进攻 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会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也对欧洲安全造成损害 声明还表示 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 将于14号在卢森堡举行会议 协调欧洲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但对于欧洲国家此举 土耳其外长曾强调 不会被禁令或禁运吓到 联合国同一天发布报告称 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 展开军事打击以来 已导致遇袭地区10万人逃离家园 不过库尔德控制区当局12号说 流离失所的人已经接近20万 13号 库尔德通讯社公布战况称 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 在拉斯埃因地区攻击了土耳其军队 击毙75名士兵 摧毁7辆坦克 还击伤了19名土军士兵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稍早前报道 针对此前土耳其军队 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 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际 华盛顿方面突然背后捅刀 抛弃盟友的撤军行为 留守在叙利亚北部美军基地的 库尔德武装部队愤懑不已 一名驻守叙利亚北部美军基地的 库尔德士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我们不指望他们帮我们 打击土耳其军队 库尔德士兵还说 他们与美军之间的关系 变得十分紧张 同日美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做出回应称 但他同时也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干预土军事行动 对于美方如此表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 显然库尔德人很有仪器感 另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俄总统普京12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所有非法部署在任何主权国家境内的军队 都必须撤离 普京指出 莫斯科对叙利亚问题解决方案的立场 没有改变 并已向其合作伙伴 伊朗 土耳其和美国传达了这一立场 并强调 叙利亚必须摆脱其他国家的军事存在 叙利亚的领土完整 必须完全恢复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苏晓辉女士 美方的撤军行为让留守在叙利亚北部美军基地的 库尔德武装部队愤懊不已 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话说 是很有仪器感的 不过呢 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作出回应说 这美国不会放弃其库尔德盟友 但是他同时也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干预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这是否自相矛盾了呢 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在针对土耳其 对叙利亚发动越境打击的事件上 立场是三天一变 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声音 一方面美国似乎在默许 土耳其对叙利亚进行跨境的打击 而另外一方面 美国总统本人也声称 不支持土耳其的相关的行动 而当今美国的国防部长 又再次表示要支持库尔德武装 从这一系列纷繁的信息背后 其实可以读出 美国的真正意图 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当前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 包括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已经实现了一种 思乡的授受 在土耳其对叙利亚发动越境打击之前 土耳其方面与美方进行过沟通 土耳其的总统阿尔多安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通话之后 就迅速的宣布了 要对叙利亚进行打击的任务 而这样的一种现象的背后 反映出 其实美土之间的沟通过后 美国对于土耳其的行动 是采取允许和默许的这种态度的 在美国看来 当前美国在叙利亚的地位和这种立场 已经出现了变化 从最早 美国信誓旦旦 要推翻叙利亚的宪政权 到现在 美国在叙利亚的战场上 出于被动的状态 而库尔多武装似乎成为 美国可以依靠的唯一的力量 但仍然不能改变当前叙利亚的局势 所以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世界 美国所考虑的 首先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默许 和相对的支持 来换取土耳其方面 与美国关系的转环 在美国看来 土耳其是在地区 更需要依靠的力量 相比于库尔多武装的利益 相比于库尔多武装的支持 美国更需要的是 拆分土耳其和伊朗 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希望土耳其 不要再导向自己的敌对的阵营 所以在当前 做出这样的政策选择之后 美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 尤其是来自于 库尔多武装的压力 所以在此背景之下 通过言辞来为自己解套 来释放部分的压力 成为了美国的无奈的选择 在土耳其展开军事行动之后 俄罗斯方面就一直在持续发声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最新的表态 也非常的耐人寻味 他表示说呢 叙利亚的领土完整 必须完全恢复 所有外国军队都应该撤出 如果大马士革决定 不再需要莫斯科帮助的话 包括俄罗斯也一样 那么普京的这番话里面的意思 您有什么解读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相关的表态中 读出几个层次的信息 首先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 土耳其此次发动 对叙利亚的跨境的打击 是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 按照联合国宪章 一个国家的领土婉转 和它的主权独立 是受到保护的 所以贸然对一个国家 发动军事上的打击 在国际社会上 是完全不占道义上的优势的 所以俄罗斯呢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 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也必须要站在这个正义的一方 从当前我们会看到呢 土耳其发动越境打击之后 是遭受到了各方的批评 所以俄罗斯呢 发出这样的声音 来支持叙利亚的政府 也在意料之中 而另外呢 长期以来呢 我们会看到 俄罗斯呢 一直是叙利亚的重要的支持者 从目前来看呢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场的局势上 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从最初呢 叙利亚的政权岌岌可危 一度呢 几乎要受到这个美国的推翻 这样的一种结果 但到现在呢 叙利亚的战场的局势 已经发生了逆转 叙利亚的方面呢 已经实现了政权上的稳定 所以呢 俄罗斯呢 在叙利亚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也是俄罗斯当前发生的 背后的重要的背景 而另外呢 我们从俄罗斯的发生中可以看出 俄罗斯呢 并不是把中东 作为自己的首要的战略的目标 在中东的这种主导权的争夺 以及影响力的增加 更多的是为了与美国和西方世界 来进行斗争 来进行利益的交换 所以当前呢 俄罗斯提出 所有的外部力量都撤出 这符合俄罗斯的心声 俄罗斯呢 并不想长期的滞留于中东 所以从这一系列的表态的背后呢 可以看出俄罗斯整体的 这种战略上的考虑 好的 谢谢苏小辉女士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我们先稍作休息 广告之后继续讨论相关话题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竹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就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 开展军事行动的话题 继续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苏小辉女士 在美国恫吓要采取 重大制裁措施的同时 德国 法国也计出了制裁的措施 此前芬兰 挪威 荷兰 也做出了相似表态 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谴责 这些实实在在的制裁 是否会阻挡 或者是放缓土耳其 军事行动的脚步呢 从这一系列制裁来看 应该说制裁的措施 与此前国际社会的 普遍的反应是相一致的 就是各国都认为 土耳其贸然对另外一个 主权的国家发动越境的打击 这实际上是违背了 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所以各方必须要 以自己的方式 包括发声和行动上的方式 来表示自己的立场 而美国和欧洲方面的 当前对于土耳其的 这样的一次行动 明显的是持不支持的态度的 所以通过这种武器禁运的 这种方式 来停止武器销售的方式 来使这个土耳其 不能够把相关的武器 用在这次打击行动中 成为了一个直接的手段 但是更深层次的 可以看出呢 当前的土耳其 希望融入西方 在北约的内部呢 以自己的这种独特的地位 赢得更多的支持 恐怕呢 还是面临着一个艰难的进程 各方之间呢 尽管呢 对土耳其的地缘战略的位置 以及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的位置 非常的重视 但是呢 对于土耳其的利益的诉求呢 仍然并不会因此而极力的支持 所以未来呢 土耳其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 仍然是中东局势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我们也会看到呢 土耳其在实现自己 政策目标的同时 面临着一系列的考验 好的 谢谢苏晓辉女士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连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想要获取更多的英视频资讯 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向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 海部TV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